因為是一個很具體的移民社交村子 他們都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吃飯在一起 所以他們講的語言是Yiddish 但是你看這個是用希萊博寫的一種Yiddish的牌子 希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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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可是在美國的猶太人他們的情景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 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障 而且美國的當地人,尤其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年 有各種歐洲人在家裡講不同語言 有信仰不同宗教 所以猶太人就發現他們從話到美國文化容易多 開始有巨大成就 而且自己發展出了一種猶太人的美國文化 有Yiddish theater 有戲劇 有Yiddish comedy 是現代美國文化 可以說 可以 歸於 Yiddish theater 一種幽默方式 你 你同意嗎? 我同意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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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可以消防嗎? 可以 密碼在那裡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要給大家聽一下 猶太教在東歐還有美國的傳統音樂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很有意思 有 可以 一定 muted 休息 翔 謝謝 pepp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有听过 很有名的古典音乐 小提醒 小张签很白 小张签 小张签 小张签也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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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that's a común thing to much 以东欧的领导 所以,好像二十世紀,去年在美國就有這樣特殊的猶太文號。 完全採取遊行玩,就來了。 OK,這個就有,這個可能是小鋼琴嗎? 這個就是小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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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忘了 就是不忘了 我觉得这也证明一件事就是犹太人在世界上不管在哪里 还会接受当代的文化 也插进去犹太教的一些特点 反正如你现在去东欧、波兰、欧巴斯 听到当地的音乐也差别不会看到 语言当然很大 很不一样因为这是德文系的一种语言 然后他们在那边现在讲的是slavic的种语言 所以他们美国犹太人大多数是从东欧来到美国大概一百年左右之前 然后他们也带来东欧文化 所以我们现在想到的美国犹太文化包括 包括Bagels或者Fuzzman Music或者 我最喜欢的都是饮食 Cheesecake 对吧 都是东欧的食物 如果你们现在去东欧你会知道 所以在美国的犹太人 现在犹太人在美国文化怎么样 可能首先要谈一点人口统计 世界上一共有 一共有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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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numbers okay 18 million 大概两千万吧 七千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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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万 OK 一个上海吃的人口 对 差不多 中文化 美国的8 million jewish people 还是绝大多数住在大都市 基本上你去游 可能我觉得他的一半住在纽约或者洛杉矶 其他是 Chicago 还是九季山 还是 Philadelphia 他们比较凝聚了 还是有些犹太人现在住在欧洲 但是你为了比较一下 我告诉你在法国现在只有500,000 jewish people 你觉得不少吗 中国人有多少你觉得 没有错 法日日法和法日日法 应该是二到三 我觉得不 所以他们还是美国的人口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 可是因为他们住在同样的地区 还是可以保留他们的特殊文化 那他们的特殊文化现在包括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你要从宗教开始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很多人完全不信宗教 所以这怎么解释? 我有一次我小时候也每周日都要去上一个西伯来学校 西伯来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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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周日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有一天我还在我脑海里很清晰 我问我们的有个 rabbi Rabbi是犹太人的神父的特殊名字 我问他 而且他叫做 Rabbi Marks 是马克斯 名字完全一样 我问他 Rabbi, Rabbi Marks 我当时应该六岁左右 我这一套宗教信仰不是有点荒谬吗? 就上帝怎么会一个人创造世纪 然后如果世界只有六千左右的历史呢 就恐龙来自哪里? 然后上帝存在他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见? 然后如果你稍微聪明一点点 一定不会信仰吗? 然后他说 他说 他说 Alex,我告诉你 你 你不担心吧? 然后我说 Rabbi Marks 你自己 你自己 是否信仰 有存在着这样一个上帝? 然后 然后他回答说 从 从古以来 犹太人都认为 最重要是你行为 也不是你的信仰 所以我不跟你说 因为不重要 所以大概 大概 犹太教的一些学派在现代美国是这样子的 所以很多中国人会经常问 美国人或者西方人怎么觉得儒家是一个宗教呢? 就是因为 如果犹太教是一个宗教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 孔子或者武家也可以算 因为是一套思想 作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些规则 然后叫你怎么做人 怎么生活 那么 跨越界不重要 而且 信仰 都不重要 所以呢 这个算不算宗教 嗯 这就是得看你对宗教 怀抱着什么一个定 我自己 自己的 嗯 讲度在这个问题是 我 我虽然会 念出来 这个 hebrew 我不知道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呢 可能像你们读古文一样 就经常会知道这么念 但是他的 他的 就连一个字都不知道 我应该 Yiddish 词会 比hebrew 多一点 因为我小时候 就 爸爸经常会 偶然 说出来 几句话 嗯 可是呢 我还会 经常 进行了 我们的仪式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跟文化有关系 所以很明显 我们 我们出发点是 犹太 人 有一种 文化 还是有一种宗教 还是有一种民族 我回到这个问题说 第一 文化 一定是有 有一个犹太文化 但是呢 犹太文化 还是 有 很多不同的种类 阿斯科纳西犹太文化 是 现代 美国 最主要的犹太文化 但是呢 跟 住在北非的犹太人文化 当然不一样 而且跟 住在法国的犹太人 也很不一样 除非是在美国 中国国的犹太人 然后最后的问题 一定是最敏感的 犹太是否一种民族 为什么这么敏感 因为 十九 或者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 Antisemitism的一个基本 一个想法 就是 犹太人不能同化到欧洲文化 因为他们 水同方面 有不同 而且 他们水同方面 有 炫于我们的 那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 可是呢 我告诉你 这个很 如果这是一个比较学术上的研讨会 我一定不会说到这个 但是有人有做过基因考察 也发现了 世界上的犹太人 确实有几个基因 是经常共同的 也不是很多 而且 比方说 我自己 我父母 他们父母 都是东欧来的 但是呢 还是有些 gene markers 是跟中东人 应该 应该 有的是一样 大部分 是 欧洲人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 现代的犹太人 不管住在哪里 如果你 往前走 走得很远 可能 应该会找到 一个从中东移民的 先祖 因为 从开始 犹太教 就不是很重视 传教 所以呢 如果不重视 传教 你 非有 祖先是犹太人 不太可能 会开始 遵守这样一个宗教 明白吗 嗯 而且 而且 欧洲的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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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一些特点 不是 不是很 不是很 不是证明 是犹太人 但是经常会有 最明显 而且最 最 最 常被 仿刺的 有在 出现的 是 鼻子的形状 但是 你看我鼻子 是 你看 你看 它不直吗 所以 我觉得很舒服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 现在大家都 不会 觉得 因为我鼻子不直 我就 应该 受其事 但是呢 在欧洲历史上 发生过 这样的一些 看法 所以呢 如果你有犹太人 我推荐你 不要直接说 他们有 不直 然后 经常会有 捲的头发 我是另外 然后 皮肤 确实应该 比一般的 欧洲人 黑一点点 然后 然后 眼睛呢 看眼睛 会比较圆 比较固 这个我没有听过 反正 我们看 那个 看 看 propaganda 就可以看得出来 很夸张 但是 给你 给你 稍微介绍一下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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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面的 犹太人 表现 应该是什么呀 嗯 所以呢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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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我觉得 因为我要 早一点 结束 给大家 机会 问问 有问题吗 但是最后 我觉得 可能你要 确定 谁算是犹太人 因为这是问题 就是 如果你要看 犹太人 是一种宗教 还是一种文化 还是一种民族 那 你 这个问题 在上课一层 的问题 是 谁是犹太人 然后 如果你问 这个问题 我觉得 我觉得 你要 看 你问谁 如果你 问的是 现在 代表 犹太人